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照片转影片的转化技巧 如果你已经观看第一集的内容 应该知道转化的基本技巧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入技巧的说明 如果觉得分享的内容还不错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接下来我们的频道会分享一系列的国外联盟行销教学 是这几个月接触的经验及一些困难的解决方法 虽然并不一定会糖赚美金赚大钱 不过会让你避开错误的路 如果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哦 PTT照片转化的技巧严格来说并不会很难 跟图形及文字的转化原则其实是一样的 两张投影片的第二张选择要转化的物件 按下转化后两秒钟就可以马上实现 不过照片比较特别的是必须两张照片都是SVG格式 也就是所谓的向量格式 具体的做法等一下我们会实际的操作示范 现在显示的是两张已经制作完成的SVG格式 先选取第二张投影片的照片物件 然后到上方工具列的转场 按下转化的效果后 千变万化的转化效果马上聚焦在浏览者的目光了 当然今天分享的不只是照片的转化效果 更高阶的照片转影片技巧我们也不会藏私 这个技巧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将影片截图为照片的转化 然后置放在影片相同的位置 当照片转化动作完成后让照片消失 接下来即可播放转化后的影片 实现照片转化为影片的吸睛效果 画面显示当照片转化为播放影片的时候 转化的照片依然停留并没有消失 如果遇到这个情形 请你到上方工具列的动画 选取消失的动画动作让照片暂时隐藏起来 接下来我们以图解的说明让你了解它运作的技巧 首先选取已经转化的照片 然后到上方工具列的动画 你会看到右手边有一个三角形的小图示 将它展开有许多的动画可以选择 而画面的中间左边有一个消失的字样 按下消失的按钮 然后将动画窗格展开 方便我们调整动画的顺序选取 开始的右手边我们下拉选择随着前动画 意思是slide播放时就执行消失的动画 接下来再选取主要的影片 然后下拉选择随续前动画 意思是照片消失后随续播放影片 如此一来 照片消失后即可立即播放转化后的影片 实现照片转化影片的效果了 接下来我们解说一下需准备的一些软体及素材 首先请你准备Photoshop软体 它最主要是要将照片制作成去备的透明涂层 如果你没有PS软体 可以使用一个免费且功能接近PS的线上网站Photop 网站的连结我将它放在描述栏 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前往取用 这里我介绍一个更快速去备的免费网站RemoveBG 两秒钟即可完美地去除照片的背景 网站我一样放在描述栏 而且最特别的是不用注册 只需上传想去备的照片 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复杂的去备工作了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使用到PS或是PhotoP 将去备的照片制作成黑色版 然后上传到AutoTracer的网站去产生SVG的档案格式 等一下实际操作示范的时候 我们会有详细的解说 这一个单元是图解的实际操作示范 我们希望透过图解的详细说明 让你更加了解照片转化需用到的软体及网站 如果你觉得这个单元很简单 可以略过继续浏览下一个单元 之所以要细分这么多的单元教学 我想对一些还不是很熟悉的应该有所帮助 练习素材的连结我放在下方的描述栏 如果你想使用本站所提供的素材练习 可以自行下载来练习看看 或是自己到素材网站下载可以练习的素材 首先请你开启remove.bg的去备网站 网站的右手边有一个上传图片的按钮 按下按钮然后将我们提供的练习素材上传 这时候你会发现不到两秒钟去备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其实以前去备的工作我都是使用PS 但是自从发现这个神奇的网站之后 不是很困难的去备我都是交由它来帮我完成 当然复杂的去备还是需要求助于PS 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帮助你省下不少的工作时间 现在请你使用Photoshop软体 开启已经去备的练习图片档 我们发现去备的图片上下左右有多余的空间 请将它裁切成满稿的图片 然后覆盖原来的透明png格式档 按下左边工具列的魔术棒 然后选取图片的透明范围 范围选取后请在工具列的选取选项下拉按下反转 意思是指选取图片的范围 其余的范围我们忽略不用 然后在左上方工具列编辑的地方 下拉请选择填满的选项 这时候画面会显示请你选择要填满什么颜色 预设的前景色是黑色色块 如果不是黑色请想办法将图片填满为黑色色块 当黑色色块填满整个图片范围后 请你将档案另储存为JPEG图片的格式 接下来我们要将PS储存的JPEG转档为SVG格式 请你使用浏览器开启AutoTracer的网站 网站开启后画面的中间有一个选择档案的按钮 请按下按钮然后选择PS储存的JPEG档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去备的PNG图档就好 经过本站的测试PNG无法转为SVG格式 就连PS储存为黑色色块的PNG图档也无法转为SVG 这是本站的测试经验结果 如果你有使用其他格式转档成功的话 请将讯息告诉本站 或许有更好的方法也说不定 档案如果上传完请检查转档格式是否为SVG格式 如果没问题的话请按下开始的按钮 将JPEG档转为SVG格式 画面如果显示和PS黑色色块一致的话 恭喜你已成功将JPEG档转为SVG格式 现在请你按下蓝色字样将档案下载到电脑 准备制作照片转化时使用 前面我们花蛮多的时间解说转化的程序 其实都是转化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照片转化技巧 请你一定要将影片看完 否则会错过真正技巧的解说哦 首先我们将去被处理过的PNG及SVG 置入到PTT的投影片内 一张是透明的PNG 一张是转挡过的黑色版SVG 这两张照片其实都还不能制作转化的效果 请先选取右手边的PNG照片 然后到上方工具列的格式 画面上方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箭头 按下箭头可以将设定图片格式的选项展开 左手边有一个油漆桶的填色工具 将填满工具展开还有许多的选项 而这个工具等一下会用到 所以我们先让你熟悉会使用到的画面 还有一个是PNG照片按右键复制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选取左手边的SVG照片 按下右键组成群组的地方展开 因为SVG除了照片外会产生许多向量的节点 所以我们选择取消群组将SVG照片做分离的动作 画面如果挑出选择请按下式的选项 如果我们再次的选取SVG照片 你会发现照片变成了两个图框 那是因为除了照片本体外还有分离产生的节点 而这两个目前依然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重复刚刚的动作 按右键再将照片跟节点分离一次 这是本站独家研究的方法 如果你有更快更好的方法请告诉我们 毕竟方法是人想出来的 我们的技巧不一定是最好的 希望透过知识的分享达到交流的目的 画面显示第二次取消群组分离的结果 会产生许许多多的节点 而中间黑色色块的照片就是可以转化的图片 而外围的是可以删除的多余节点 现在请你再次选取可以转化的照片 以拖拉的方式将照片和多余的节点分离 然后选取全部的多余节点 按下删除键将它删除 留下的就是真正可以转化的照片了 不晓得刚刚提到会用到的动作你还记不记得 现在请你选取右手边的PNG图片 然后按下右键选择复制的动作 接下来再选取左手边刚刚已转化的图片 在设定图片格式的地方选择填满 然后下拉按下图片或材质填满 画面显示图片以材质填满替代了原来的黑色色块 不过转化的技巧还差最后的一步 请按下剪贴布的按钮 神奇的事终于要发生 刚刚填满图片的材质马上转换为真正的照片 恭喜你已成功的制作神奇的照片转化功能了 本来规划分为两部影片解说所有的技巧 后来发现好像无法完整的说明 因为最后会以实际的录影操作教学 所以决定将照片转影片的技巧再加入一小段 放在第三部影片分享这个技巧 感谢你耐心的观看我们的分享 那么我们下一部的影片分享见咯 感谢你耐心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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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